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的传统有一句老话 叫做病从口入 那么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以后 可以想象 口腔内的细菌 它在这种适宜的温度 湿度的环境下 它也是进行的非常好的繁殖的 那么建议大家 在早上用餐之前 或者用漱口 或者用刷牙的方式 我们来减少细菌的存在 我们知道 幽门罗杆菌和胃溃疡和胃癌 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么幽门罗杆菌 在口腔中的减出率也是很高的 所以建议大家 早上吃饭的时候 先进行漱口 用含氯脊钉的漱口水 或者是进行刷牙 来减少口腔内菌群的数量 我们来预防菌群进入消化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